怎么又在家坐着 那不在家在哪里 你不是出去外面找工作 不是说找了一份什么钱多 事情少 离家没有进的工作吗 早是早了呀 哎呀 我在上半天都不要我了 叫我回来休息 半天就不要你了 是啊 那要你这么难伺候啊 我不是难伺候 我跟你讲 这个你绝对是冤枉我了 这个绝对不是我的问题 不是我野蛮了 也不是说我不讲理 或者说我不认真 不是这些问题 是老板的问题 老板的问题 老板什么问题啊 他听说我怀孕了 他就说孕妇不适合在家上班 他说到时候要出来点什么事 他也负责不起 他就叫我回来好好休息 你看 我还听不出他什么意思吗 哎真的是 就是不要我做 不要我这个孕妇在那上班 我回应你是故意这样子找理由吧 没有 你不信你就去卫生她 我告诉你我绝对没有 我说我不是问老板 我是说你在我这里想用这一招 哎呀 说我是吧 觉得你在家什么事情都不做 明明是自己怀孕了 还出去找工作 哎呀不怀孕的时候就不找工作 一怀孕了就开始找工作 哎 你想一下我不怀孕的时候呢 我们那时候还是没离婚吧 对不对 对啊 所以说我不上班很正常啊 嗯 那现在我是吧 突然间怀孕了 那我这个我能阻止的吗 不能吧 然后呢 我们已经离婚了 对不对 那我是不是要生活 我还得靠你养吗 如果你愿意养我的话呢 我可以不去上班 你愿意养我吗 我不愿意啊 那我就得了 那我不是要自己啊 自己是吧 自己怎么说呢 我不得自己那个啥的 是不是 我得学会生活呀 那然后现在你就可以这样子说 是吧 你看我出去找工作 不是我没有找吧 对 是人家不要我 不要我 对 怀孕了谁敢要你啊 对不对 就是没人敢要啊 告诉你还要修个厂家什么的 那你不是折磨人家吗 哪个公司都给你了你啊 对呀 那谁说我没办法 这东西你不能怪我啊 我是想去上班的呀 我好好的 你看我上了半天班了 是不是 我觉得你呢 是吧 这个脑子长得挺快的啊 你也知道是吧 用这种计策来对付我了 嗯 什么叫用这种计策对付你 你这种话我就不爱听了 真的是 我有在上班 我上了好好的 是他不要我 不是我不愿意真的上班 你到底听懂我说的话了吗 听懂了 老板不要你 对 对 因为他那份工作 后期呢 要搬那种重活 我到后期 我肚子大了 我怎么办嘛 对不对 照这个理由说 从新年到怀孕 又可以玩一年 到时候他待孩子 又可以玩两年 哎呀 可能也是 是这样子吧 可以玩三年 这三年你都没有经济来源 你靠谁啊 靠你啊 靠我 我不靠你 靠谁啊 你靠你那个女老板呀 你靠他 我靠你 大家都有一靠 不挺好的吗 我不想跟你在这里 呈这个口舌之快啊 你呢 我告诉你 你呢 不去上班 我也不勉强你好吧 但是你在家里面呢 你如果还想住在这里好吧 在我呢 还在这里的时候 你要把家里的事情安排好 知道没有 我可以给你吃饭 可以安排你是吧 这个水电啊 什么花费可以帮你交一下 好吧 你要带好儿子 帮我带好儿子 我就当请了个保姆 就要说的 请保姆是要工资的呀 我有没有工资啊 工资啊 给你吃饭还不好 那算了吧 我还是什么也不干好一点啊 工资不给我 我还想让我在这里免费 呃 做牛做马的 哎呦 也就是这样子 是吧 以前生理没问题的时候啊 不去找工作 现在倒好了 立马就去找工作 你做给谁看啊 我就问你 对不对 随便你吧 你说我做给你看也好 做给谁看的也不行 我现在我不开始 我不早了啊 省得呢 你又开始说我好吗 我不早了 你养我吧 哎呀 早不早 我就这么跟你说 是吧 你以为你做工作 你能做的长久吗 哪怕你现在没怀孕 你也做不长久 一份工作 你养我吧 我跟你讲好吗 我跟你在一起 我就没有经过你一份工作 是吧 你就是我一份工作的啊 以前跟我说在管子 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 我从来就没看见你做过工作 现在开始 对不对 我以前是做的呀 不然我以前我怎么生活的 你告诉我 你养我啊 哎呀 那我不是来到你这里后面不熟吗 你就没让我去上班了 你说你是你没让我去的呀 前面你去上班 前面不让你去上班 后面都放到是你 对呀 后面我要带晚了呀 我怎么上呀 那再后来是不是 我就跟你是吧 有矛盾什么的 这是哎呀 一言难尽说白的做东西 反正现在开始我不上了 你以后呢 你就父子养我就可以了 我吃的不多 是不是穿到我自己买 你就给我点吃了 就给我得住的地方行了啊 好吧 咱们就这么说说定了哈 这个房子呢 哦不对 这个房间呢 我要归我住 你呢 你爱住了就住了 好吧 给我个落脚的地方就行了哈 谢谢你哈 谢谢你哈